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凤 现在呢我又来到了长安工业区这里了 现在做什么都难做 连这个房子都是很难租出去了 你看这条街都没有什么人了 现在这个长安工业区这里呢 人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一般都是工厂的人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工厂的人 现在因为这个特殊情况 工厂有一些工厂就停工了 所以说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房子 不好租出去的原因 这也是个阳台 前面就是一条大街 这里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房子 这条街呢有30米的宽 这条街很很宽 这些呢都有很多 这里面呢是一个小区 现在这一套房子呢 现在暂时的连住 这个算饿了哦 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的一个格局哦 我们这里呢都是每一套房呢 都有一个阳台 还有两个房 一个厅 还有一厨一位 这呢是一个房 这边也是一个房 一厨一位 看到吗 整体的格局还是非常好的 咱们需要住房的朋友呢 可以私信给小凤啊 可以找小凤 小凤呢决定很优惠给到大家啊 好不好 这呢是二楼 上面还有几套还没有租出去 上面还有几套啊 好 先带大家上去看一看 这里也是一套哦 这一套也没有出事 这是一个房间 这一套呢也是在二楼 两房一厅 一厨一位 这样这个是 这边是个房间 有空调的 每个房间都会安装一个空调 然后光线也不错啊 光线 对吧 你看这边 这里也有 这个是个卫生间 然后这个也是房间 这个也是房间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厅 这是一个厅 厅这里呢有个厨房 这呢就是一个厨房 对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啊 做什么都特别难做 这个房子啊 已经也有几套没有租出去 因为一般呢 这个租客打电话来问 都是问 有没有单间呢 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住单间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 两房一厅 一厨一味的这样的话 这种房子呢 比较适合那种家庭式的 或者是那种情侣呀 两夫妻呀 住的那种 因为它有两个房间嘛 就比较适合那种家庭式的 如果是那个单单身汉啊 就是租一个房子 那租一间房间那种啊 可能就不适合 对不对 如果你整套租下来 可能就不划算了 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比较喜欢租单间 但是租单间的话 那我另一间就不方便出去的 是不是 因为这个厅呢 还有这个 因为我一进来呢 那个外面是一个门的 一个门进来呢 就是两房一厅 是不是 因为这边很多人他都不喜欢这个核租的 以前经常听说有什么核租固域啊 我们这里都没有人核租的 你说一男一女的核租 他们可能我们这边的人可能也不肯 这一场就有两套了 这还是二楼了 不用爬什么楼梯 一上来就是了 对吧 来再上去看一看 这上面有一套也是没人住的 这套也没人住 还有这里 这里有一套也还没人住 这个是个房间 这边是个厅 这里也是一个房间 现在这一层呢 就是楼顶啊 所以说整栋楼 一共就是八套房子 现在空出来了 都已经有四套了 四套那就是 四套就相当于八间房间了 知道吗 所以说啊 这个每个月啊 因为这一栋房子 毕竟投资了这么大 是不是 现在每个月 还空出这么多套房子啊 省事很大了 所以说 如果有打背朋友啊 想租这种家庭式的房子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这里啊 这里是贵品长安 这个是新鲜房子啊 去年才搞好的这个房子 都是很新鲜的 你看到了吗 所有的装修啊 都是很新鲜 很漂亮的 我自己都没有住了 我自己都没有住过 这个新房子啊 所以说全部要给大家住了啊 如果你们再不来这里住的话 那我就自己搬进来 自己住 就先走了吧 这个新鲜房子 我自己不去